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个Pulse的一个使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通过之前学到的Pulse 来完成一个简单的练习 那么我们来到开发工具当中 那么打开开发工具之后呢 我们删掉这些我们之前的一些练习内容 好 那么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之前的数据 都是存在 总线内部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 也就是说我们渲染的 或者是我们电力的数据呢 都是存在于我们组件内部 那么如果 我想渲染 外部传递进来的数据 怎么办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外部传递进来的 那么我们要使用到的 就是我们之前学到的我们的Pulse 那么既然要渲染 外部传递进来的Pulse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建立两个组件 那么首先 我们在这块呢 就可以创建两个组件 比如说 我们Lat一个变量 My C1 对应一个 键头函数 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写法呢 和我们之前的 略微有些区别 因为呢 之前我们使用的是 普通函数创建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也可以使用 ES6的匿名 键头函数的方式呢 来进行创建 那么同样的 在其中呢 我们既然要使用 外部传递进来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需要 把Pulse 定义到 韩数的行创当中 那么其次呢 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在里面呢 必须 委屈一个GXX 那么在里面 我们随便写一个内容 比如说 我是 那么同样的 有此次组件了 那么在外部呢 我还需要创建一个 复组件 我们可以请 叫做CUM 还是用到 ES6的一个 限度函数 来进行完成 那么 瑞恨一个 GXX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简简单 它写上一个DV 然后呢 写上 我是副组件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想完成 副子组件的签套的话 我们之前呢 也练习过 我只需要把子组件 在副组件当中 进行一下调用 那么这样子呢 就能够成功的 调用我们的子组件 那么调用好之后呢 在最外层的 Render 渲染当中 我们直接写上 我们的CUM 保存 我们先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么大家发现在页面当中呢 我们的副子组件 就已经成功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渲染 外部传递进来的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我想在子组件当中 渲染副组件 给我传递进来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首先 既然是在子组件 想渲染副组件的数据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子组件当中 先定义一个耗子 来接收副组件 传递的数据 比如说 耗子 AR 那么这个AR呢 就是稍后 副组件 想给我传递进来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AR 等于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 我比如说 叫它 DATAAR 那么既然需要有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外边 来定义一个DATAAR 方便副组件向子组件发送数据 那么在外部呢 我就可以LAT一个变量 DATAAR 等于一个数据 然后在里面呢 我们随便写上 比如说 耳机 再轮 好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长度为3的数据 并且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 通过副组件 发送给了子组件 并且在子组件呢 进行相关的接收 那么接收到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我想在子组件里面 便利这个数据 那么现在呢 大家明确 子组件是不是已经接收到了 副组件 给它传递来的数据呀 所以说 我可以直接在子组件当中 便利数据 可以使用MAP循环 然后呢 在里面对应一个 匿名凯数 然后MAP里面呢 需要两个行参 第一个呢 是Value 第二个呢 是Ex 那么写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Return Return什么呢 我们可以Return一组 P标签 然后呢 在里面 把V写进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拿到了内容 并且呢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 循环展示 那么当然呢 这一块 我也可以不用写 我们的一个P标签 其他的标签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保存之后呢 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发现 我们需要便利的数据呢 都在子组件当中 已经便利成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页面内容呢 稍事修改一下 比如说 我们在这边呢 给个H1 海老欧海老 英雄展示 然后呢 这个我是子组件 也删除掉 那么保存 再次来查看一下 页面效果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最基本的一个 列表渲染Pops 传递进来的一个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练习呢 进行一个生化 那么刚才呢 我已经渲染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这样做 当我演技页面中的 LOL英雄展示 的时候 下面的内容 隐藏 然后呢 点击 之后 再显示 那也就是说 这个内容呢 会随着我们的内容 点击 隐藏 点击 显示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是如何完成的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完成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既然要点击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点击事件 是 clink 对应一个 匿名函数 那么如果 不在这个 画包里面 写的匿名函数的话 大家应该之前看到过 是不是当我没有 出发的时候 它就会掉用呀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想点击之后 控制这个 DIV的显示和隐藏 那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外边 创建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 就是用来保存 当前的一个 显示和隐藏的一个状态 控制变量 用来保存 当前的那种 显示和隐藏 的 状态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这样做 当这个BOL为 处的时候 我想让它显示 当它为false的时候 我想让它隐藏 那么这块呢 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直接 是不是可以 给这个DIV 设置一个 然后呢 still 对应的是个什么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显示和隐藏 我们可以使用 DIS 类 对应的 我们的内容 比如说 当它为 block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显示 none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隐藏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判断 如果BOL 如果BOL 为真的时候 为真 我就让它 显示 为假的时候 我让它隐藏 那么现在这个BOL 那么现在这个BOL呢 为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显示的 那么如果我现在把这个BOL 改成false 那么改成false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发现 它就隐藏了 所以说 我们只需要控制 这个BOL的真 和假 就能控制 当前这个DIV的 显示和隐藏 那么怎么控制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块 点击的时候 我让BOL 等于取反的自身 然后呢 我们康复的漏了 也打另一边 来 保存之后呢 首先 大家要知道 当我点击的时候 这个BOL呢 能够成功的切换 这个K呢 我们稍后再加 注意 当我点击 假 点击 真 再点击 假 那也就是说 当我点击的时候 控制下面这个列表显示和隐藏的变量呢 是在变化的 但是呢 这个内容并没有进行一个重新的展示 原因是因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虽然变量改变了 但是这个Render的渲染 是没有重新进行呀 所以说 如果我们想让它重新进行的话 之前我也写过相类似的一个代码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呢 把这个R1R1R1R 把这个Render这部分内容呢 放到这个函数里 放到函数当中之后呢 其次我们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 调用一下 然后呢 当我每次点击的时候 也调用一下这个Render的函数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当我每次点击 它就会调用 那么这个变量呢 也会改变 那么下面这个批标签呢 就会进行一个显示和隐藏的切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刷新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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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发现 这个内容呢 就来回切换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循环上面的K加 对影牌 那么再次保存之后呢 当前我们这个效果就已经成功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 便利外部传递进来的数据 并且呢 当我控制之后 可以显示和隐藏 而且再加上我们一个 重新转转渲染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ward hollow 下辆 sabemos choice feminist 添加 风 真的 二 七 七 七